現場我們以及在座的媒體朋友 家庭朋友們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謝謝大家在那邊播放 然後來到記者會的現場 最近雲林縣長長來台北開記者會 最主要是當然在雲林的縣市裡面 各個鄉鎮都有非常不一樣的特色 今天最主要就是針對我們北港 這個經典小鎮的大鋪戲院 它是我們北港四座戲院裡面最老的一座 再來就是今年差不多這個時候 已經比定完工 然後對於一個歷史建物的活化在使用 其實不只是我們在雲林縣北港的軍迷們 對這個戲院有很多的回憶 然後也很多的期待 我相信在座我們台灣的朋友們 對於老戲院每一個自己的家鄉老戲院 應該都有一份深深的感情在裡面 那也非常感謝文化部文資局 給我們這樣的預算 讓我們去把這個老戲院復活 那對於老戲院的這個復活在使用了 這個第一次的活動呢 我們選擇了用經典品歌的方式 來跟大家見面 主要是因為我們大副戲院這個老戲院 大家如果有印象 以前在台灣的老戲院其實都不大 所以在那個不大的空間裡面 觀眾跟表演者其實是可以很近距離的接觸的 那我相信在台灣的娛樂產業 80年代 70年代左右 民歌是非常能代表台灣娛樂 應該說最巔峰的這個年代 那我們也希望用這種近距離的民歌的方式 讓大副戲院在早期 不管就是以往的明星各種方式的表演方式 可以在大副戲院重新啟開 那今天也很感謝官方局給我們這個機會 這一次的活動也是托官方局今年的這個村友的活動 那我們安排了一個就是跟台灣的朋友們 很有關係的一個懷念的時刻 就是把以前最朗朗上口的這個民歌帶到北港 那也希望如同我們現場剛剛提到了 北港應該也是很多人的回憶 他有很多宗教文化衍生出來的這一些 就是經典的就是活動 包括就是羊媽咒 還有就是經典的小吃 那當然還有很多陣頭的文化 都可以代表台灣的這個當地的就是文化的部分 那我們在這個6月29號跟30號的這個活動裡面 不只是民歌的這個就是回復舊時光的民歌演唱 同時也會把這個歷史然後藝文活動做成一個策展 讓大家可以透過一個多方面的藝文活動 跟就是文職的方式看到台灣早期在娛樂 在這種就是藏民的生活上面的各種面向 然後也可以欣賞到這個我們歌手們的表演 那同時也非常歡迎搭配這個我們春遊的自由行 在這個北港裡面住宿是可以有500塊的這個住宿的利用 那這是一個非常的優惠 所以我們就是以民歌的這個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來北港來雲林 就是二日遊 然後好好的品嘗 北港的小吃 還有雲林的各個景點的特色 那同時可以一起回味 我們台灣的這個民歌時期的這些美好的歌聲 謝謝 謝謝神助長 謝謝神助長 謝謝神助長